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第135课 开始进入祷告的这样的内容 今天学习关于祷告的第一课 祷告的性质与理由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的 第20章的一节到三节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 我们可以纵览一下它整卷的内容 那整个第一卷讲到了 在创造当中认识造物主上帝 然后第二卷就讲到了 在基督里认识救赎主上帝 第三卷就紧接着谈到了 如何承受在基督里的福分 也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卷 一开始我们一章到二章 里面就谈到了信心和圣灵的问题 靠着圣灵神秘的 使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借着信心与基督的联合 我们有份于基督 基督的好处才能临到我们 然后第二部分就三章到五章 就谈到了重生 或者说更新 持续的更新变化 圣灵持续的更新变化 改变我们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六章到十章 所以经过这样的悔改 经过这样的重生 不断更新的生活 我们就流露出这样的生活 所以这样的生活 救赎的目的 救赎的目的 是让我们带出这样善的生活 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 然后呢 我们看到十一章到十八章 就谈到称义的问题 他又补充的说明 这种生活的性质 不是功劳 乃是恩典的果子 人称义不是凭着这些生活 但是救赎的目的是 让我们有这样的 心的善的生活 然后这种生活的性质 不是我们的功劳 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 完全在基督里面 靠着他的功劳 所以讲到了称义 那称义之后呢 紧接着就谈到了基督徒的自由 整个十九章就谈到了基督徒的自由 那基督徒的自由 可以说是称义的俘虏 或者说称义带来的必然的结果 我们说到这种自由 主要是谈到了我们的良心 在神的面前获得的自由 特别是关于那些 无关红纸的事情上 有行与不行的自由 良心无愧在神的面前 脱离了律法的义 脱离了靠着行为 在神的面前换取律法的 换取称义的这样地位的这样的自由 我们说基督徒的自由的三个方面谈到了 那今天呢就紧接着谈到祷告 似乎好像突然出现了断层 前面讲到了一些什么重生 成圣 称义 自由 那为什么突然讲到祷告呢 其实它也是都包含在第三卷的这个大的主题之下 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承受这个福分呢 借着信心 然后有各样的生活称义等等 获得的福分 借着圣灵和这样 然后谈到祷告的时候 其实也是和这个领受这个福分的 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20章 整个20章都谈到祷告的内容 然后21章到24章就谈到了拣选的问题 然后最后25章就谈到复活的问题 这是都是在基督里的福分 领受基督的福分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 大体上我们分三个部分 每一小节都是一个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小节就谈到了祷告的性质 第二小节就谈到祷告的必要 第三就是祷告的理由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节的内容 那么加尔文牧师谈到祷告的性质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它是以这样的进路来处理的 人论旧文论三位一体论的这样的视角 这样的进路处展开的 首先我们看从人论里面 他谈到了人里面完全没有良善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 然后第二 人心里没有任何配蒙恩的条件 这个我们讲称义的时候已经讲过 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蒙恩的资格 所以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自身之外寻求帮助 完全在我们自身之外寻求帮助 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良善 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没有什么任何摩恩的资格 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寻求帮助 祷告乃是在我们自身之外寻求帮助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第二就从旧恩论上来看 那么从旧恩论上来看的话 上帝乐意在基督里启示他自己 旧恩论的角度 那么他在基督里显明了他自己 同时呢 我们看到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提供了一切的丰富 比如说幸福富足等等 哥罗西书神喜一章十九节 神喜欢将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 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什么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上帝乐意赐福给我们 上帝乐意启示我们 借着基督透过基督 然后上帝愿意将一切的丰富 赐给我们的祝福藏在基督里 所以唯有借着信靠基督 信心仰望基督 借着信心仰望基督 因为唯一的中宝 上帝借着基督启示自己 启示的中宝 上帝借着基督赐福给我们 所有的恩惠和祝福 都是透过基督而来的 藏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必须单单的 用信心仰望基督 那么这个福音产生了信心 我们信是借着听福音 因听信福音产生信心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那么祷告是操练我们的信心 注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借着听福音产生信心 信是从听道而来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面 祷告是操练信心 借着听我们拥有了信心 但是借着祷告是在训练 操练我们的信心 这是从救恩论的角度 救恩论和基督论差别是什么 基督论里面谈到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所以基督论里面包括基督论和救赎论 基督的位格和救赎的工作 那救恩论是强调基督救赎之功的果效的应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无论是借着启示还是丰富的一切的祝福 我们必须透过信才能够知取 这是从救赎的果效的角度来说 谈到救恩论 所以从救恩论的角度来看 这个祷告 特别是祷告是一种信心的操练 真实的信心必定求告神 这是加尔文牧师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定义 也是符合罗马书里面的内容十章里面 人若没有信怎么能求呢 反过来说 这个人真实的有信心的话 一定会求 一个人没有信怎么能求呢 没有听见怎么信呢 等等 就谈到了这一连串的关系 真实的信心必然求告神 我们也谈到了信心里面包含着知的层面 确知真知 然后谈到了确信的方面 还谈到了依赖的方面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真实的信心的话 一定不是在自己里面自信 信靠自己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我们里面没有来善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可靠的功德资格 所以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寻求帮助 信心重点不是我的自信 所以自信感 自信和圣经里面说的信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甚至是对立相反的概念 一个人自信的话就不可能信靠神 然后一个人是自信感的话 往往是依靠自己 所以在建立在自己的功德 自己的能力之上产生了自信 所以在这里面真实的信心 如果它是活泼的真实的信心 一定会求告神 这是必然的 那反过来 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能祷告 之前我跟大家讲到那个 恢复祷告系列里面 其中谈到了就是死人不能求告神 没有重生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他们是不可能祷告的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基督徒因为贪爱世界 离神太远 罪恶的那种欲望 已经堵住了他的心 使他爱父 爱世界的心胜过了爱父的心 因为爱世界 所以爱父的心没有了 爱父的心没有了 但这些人 虽然他自己还觉得我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根本不祷告 想着祷告 但是根本无法祷告 为什么 心里面已经被荆棘砸草 各种欲望 焦虑 各种贪欲 私欲 罪欲 所堵住了 他没有办法接锅子 头脑上知道教理教义 但是活不出来 所以还有一种是属灵的低谷 虽然他是真基督徒 但是他属灵低潮的时候 灵性软弱的时候 他祷告不出来 当然灵性低潮的人 他也能祷告 是另一种祷告 叹息等等 他心里面默默地呼求神 主啊 我这样的软弱 求主 看来怜悯我 虽然不是跪在那里 或者是长时间的祷告 但是心里面深深地去呼求神 因为仰望神 因为他里面有那个信心的种子 所以在这里面真实的信心 必定求告神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从这种三微一体论的角度 来处理祷告 首先我们看到 加尔文谈到了 父神乐意赏赐给我们 父神充满了对他儿女的爱 乐意厚赐给我们 赏赐给我们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许愿 到神来的人 必须信神的存在 有神 且信那他赏赐 乐意赏赐的寻求他的人 他是乐意赏赐的 父神乐意赏赐 恩慈的 护恩愿意带我们的 父愿意给 然后呢 他给的方式是 放在基督里 藏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 然后第三呢 所以我们第二点 我们就看了 要想领受 父神的后次的赏赐 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赏赐 必须与基督有关 与基督联合 或者接受基督 信靠仰望基督 前面谈到了 然后第三呢 就是圣灵 圣灵的灵 圣灵呢 加尔文牧师在这里面 谈到了 他是赐儿子名分的灵 换句话说 是儿子的灵 赐给我们儿子的灵 我们不是领受的 不是奴仆的灵 或者奴仆的心 乃是儿子的灵 这个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的灵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 然后也是圣灵 也是印证福音在我们心里的 当我们听到 使我们确信福音的那位 就是圣灵 离开圣灵的工作 我们是不可能确信福音的 超越我们的这种属世头脑 属血气的人 不明白神圣灵的事情 凡有血气的人 世人都以他们的自己的智慧 以十字架和福音为羞耻 或者以为愚昧的 按照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是不可能信这种 完全不合理 不可能不值得信的福音 但是圣灵使我们确信 笃信不移的 不太合理 但是笃信不移的福音 因为圣灵印证福音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对福音产生确信 第三是重点 圣灵不仅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圣灵不仅是我们确信福音 圣灵还为我们祷告 叹息为我们祷告 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了 圣灵在祷告上的作用和工作 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的时候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这是谈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 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胀 我们是神的儿子 然后圣灵 第二十六节就说的 圣灵叹息替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呢 涉及到了三一上帝的 父愿意给 都在子里给 借着圣灵 让我们能够祷告 去仰望基督 获得付赐给我们的这些祝福 所以祷告不是简单的事情 背后有丰盛的真理 而且是三一上帝的联合的 这种作为 缺一不可 缺一也构不成真正的意义上的祷告 那么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的必要性 前面我们看到祷告的这个性质 祷告的性质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 就是祷告的必要性 借着祷告 我们领受父赐给我们天上的丰盛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 祷告 我们蒙受神恩典的途径有很多 前面说圣灵 借着信心 我们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 领受基督的一切的丰盛 然后我们获得称义 我们获得自由 我们被圣灵和真理更新等等 持续的更新过基督徒的新生活 然后等等这一切 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了 继续蒙恩的另一个方法 就是借着祷告去领受 借着祷告 领受 神赐给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丰盛 而这个丰盛都是藏在基督里 因为与基督一同藏在 基督已经升到天上了 我们看到祷告呢 有这样的几个重要的环节 第一就是复乐意给 所以他用话应许给我们 借着先知也好 借着圣经记录的话 应许他要赐付给我们 应许是因为复乐意施恩的缘故 他才主动答应我们 约定要给我们 上帝如果不乐意 父如果不愿意给的话 他就压根不必提这个话茬 对不对 不必引起这个事情 他乐意给表现在 他主动的应许给我们 不但应许说他要赐给我们 他还吩咐我们要祷告 你们要求 我愿意给 只要你们祷告 我就给你们 祈求就寻找 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奔赴我们去 所以你们要常常 祷告不可灰心 那么精心祷告 奔赴我们 教导我们祷告 那么神应许了 神也吩咐了 问题我们这方面 我们要相信 相信神的应许 顺从神的吩咐 然后求告 这就构成了祷告 当然这里面 隐藏了圣灵背后的做工 使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然后引导我们祷告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祷告有这样的 神若不应许 我们求也白求 我们不可能在神的命定 命令 旨意 吩咐应许之外 获得什么 求什么 求 基督徒的求 不是异教徒的那种 这个 这个 那种 捣鼓捣鼓 因为那种捣鼓捣鼓 那种祈愿 那种 祈求 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你可以求任何事情 为什么 因为偶像不会给你限定 什么可以求 什么不可以求 但是 三一上帝却告诉我们 有所可 有所求 有所不可求的 为什么 你们祷告 一定要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然后才说 无论你们求什么 我都必 给你们 无论都求什么 不是天下 是什么都可以求 我想做韩国总统 我想做 这个什么 三星总裁 那个是吃人 说梦 既不符合常识 也不可能 然后我就说 天下都是我父亲的 三一上帝的神 无所不能 一山的信心 然后我就说 祷告 紧失 我相信 死人能复活 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很多 已经死的人 放在家里面 放在厅室房 就不让火化 一直等着 说要让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 神能使得复活 不错 你相信的神 曾经死人复活 将来也必死人复活 只要他愿意 也能死人复活 问题上 上帝应没应许你说 让你面前的死人复活 我们很多的信心 都是我们自己主观的 那种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意愿 我们一厢情愿的 上帝没应许 没吩咐的 我们去相信 所以那个是盲信 被称为盲信 或者说 这个还不能说自信 自信是建立在自己 盲信 神没应许的 我就相信 这个信心是假的 所以弟兄姊妹 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神的应许 基于神的话 所以我们前面 我们谈到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开始的时候 也说 侍奉也好 祷告其实也是一种侍奉 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更新是被神的话 替换掉了你里面 那种旧的错误的 世俗的观念 世俗的思想 这样的话 被更新的心意 我们就能够明白 体贴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真正爱神的人 我们就愿意照着他的旨意 用一种更新的爱慕 一个更新的观念 一个更新的价值观 一个更新的世界观 一个更新的人生观 一个更新的意愿 意志 他理所当然的 他愿意求 那个他被更新的那种 新的价值里面 最有价值的 所以一个人 按照神的旨意求 凡所求的都蒙神 英语 这是约翰讲那个话的意思 向来你们没有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你们要照着我付的旨意 求什么 我必应 我付必应 我的名赐给你们 约翰一书里面 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 他必赐给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人被更新了 意念更新了 我们就知道什么该求 什么不该求 所以我们这些被神的旨意 应许丰富充满的人 当然就按着神的旨意求 求的过程当中必要得着 因为神自己应许的 所以信心求告很重要 但前提重要的基础 一定要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后面的都跟异教徒的这种 这种吃斋念佛 没什么差别 所以基督教本质上 和其他宗教 在本质上的差别 不管是这种宗教形式上 他宗教对象上 包括这种行为 背后的原理和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借着祷告领受 神赐给我们 存留在天上的丰富 神应许神丰富 我们相信 所以求告 于是我们就能够得着 接着祷告 借着祷告 注意这个基词 借着祷告 将福音所报告的 福音 注意我们反复强调 福音什么 我们中国教会里面 常常有些错误 哎呀 我们的生活就是福音 大错特错 圣经里哪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 好行为就是福音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福音是Evangelio 是福音 是好消息 Good news 关乎基督 死里复活 拯救罪人 那位神所应许的 弥赛亚已经来了 并且为我们成就救救赎工作 死里复活了 是凡信他的救 罪得赦免 有永生 有神的国度 有余分 将来必承受神的国 这个好消息 本身是福音 这是福音的定义 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基督和他的救赎工作 所以保罗使徒们 他们到处传 就是传这个 他们不是传自己的经历 所以保罗 这个传到十几年了以后 才不得不谈到自己 什么三层天的经历 不得不为了捍卫 自己的使徒的职份 怕格林多教会 因着不信自己的事 被假使徒迷惑 然后就拒绝 自己所传的上帝的福音 所以他不得不谈 自己的一些经历 假弟兄 什么被传打 传翻了 什么被石头打 等等 那些遭遇的苦难 患难 然后谈到 这是神仆人 真正的印记 区别那些 吃喝嫖赌抽 那些奢华艳乐的 那些没有任何十字架 受人欢迎的 那些人 真假使者之间的差距 即印记 那些假使徒们 都是受人欢迎的 都是老好人 都是面面俱到 人人都欢迎的 但是他们的生活当中 根本没有 十字架苦难的印记 没有为上帝的道 受苦 因为他们不肯 正直的 第一他们不明白 真道 第二他们也不肯 正直的去传讲真道 因为他们的重点 是取悦于会众 所以真正的仆人 有神的道 托付给他们 他们从来不妥协 上帝交付给他们的道 因为一旦妥协 就等于这个人就废了 他就存在的意义没了 所以他的侍奉的底线 就是传讲神的道 当一旦传讲神的道的话 那个无论是信的 不信的 其实不信的人 当然反 信的人当中 那些熟 那些 那些 常常体贴肉体 顺从 自己的私欲生活的人 不爱神的人 他们就恨这样的道 因为十字架 总是挑战 发出邀请 让我们舍己 让我们去顺从神 这样的人的本性里面 如果你不是爱神 如果你不是爱慕 那个天上的荣耀 和上帝赋予的 那个价值的话 一般人都是不喜欢这样的 都 鸡汤虽然不好 但是他有群众 为什么 符合亚当堕落的人的本性 所有人的共同的 这个追求的目标和口味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保罗所传讲的 使徒们所传讲的 不是自己的经历 那虽然耶稣说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付 这种好行为 是因为你们顺从神的道 别人看见了 就称颂神而已 但是你们好行为 本身不是福音 福音是耶稣和他 为我们做的工作的消息 我们去传的是这个信息 所以人听见了这个信息 福音这个道 人就信了 然后才能得救 所以这里面 祷告借着将福音所报告的 福音里面应许了 罪得赦免 应许了永生 应许了这个什么 儿子的名分等等 福音里面应许的 在福音里面应许的 那个祝福 不只是什么 罪得赦免 更广的说 包含着今生而来世的 耶稣说今生而来世的 所以福音所报告的 这个好消息 这个里面所宣告的 所应许的 以及我们信心 所看见的 当然这个信心 又不是自信啊 上帝没应许 我们就没有什么 所望之事的实底啊 上帝没应许 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 未见之事的确据啊 上帝没应许的话 就没有根基 没有确据 顶多是我们自己的 一厢情愿或者幻想啊 所以信心 大家一定要知道 信心不是心理学上的那个 我的自信感 我感觉 自我感觉良好 信心是讲到我 接受 我承认 我认可 我信赖 我自身之外的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他话语当中的应许 所以信心比起重点 我们心理上的这个感觉 强调的是神的应许 我信靠神的 我相信 我接受 我信赖 我确信 确信什么 没有神的话的话 这个确信就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 所以福音所报告的 信心所看见的 信心看见的是什么 就是神所应许的嘛 所以你发现 都是离不开神的话 应许啊 接着祷告 我们将福音所报告的 我们信心所看见的 这个财宝 这个祝福 这个宝藏 挖掘出来 祷告就是挖掘 那个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个宝藏 宝藏有了 但是我们不祷告 那个应许 有很多应许 不会自动成就的 因为那个应许 附加了条件 上帝让我们祷告 有些应许是我们单方面 上帝就给我们成就的 但有些应许 往往是附加了 求祷告 我们才能得到 所以很多基督徒 有的时候学习真理 不够全面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错误的信息 或者是对神的这个计划的 错误的信息 对神的这个预定 等等 错误的信息 或者对有些事情成就 有错误的信息 包括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长进 也有一种错误的信息 这种错误的信息 是因为什么 他们对神话语的 认知的贫乏 一知半解 比如说 哎呀 反正上帝都知道 他要给的 我不祷告 他也会给 这个是虚妄的信息 圣经里面没有应许这样的 上帝要给的 有的时候是 你没祷告 单方面给 但是很多的时候 上帝是借着 吩咐我们 应许我们 求就得着 借着我们的祷告 赐给我们 不是就那么给的 成圣 生活 我们的信仰 生活成长也一样 上帝可以单方面 把我们一些的 洗得洁白如雪 一些的 把我们里面的 所有的腐败性 完全抽离 让我们干干净净的 可以 但是上帝却让我们 在这个 得救的功夫上 要竭力地去追求 里面包括着 祷告 寝食 顺从 舍己 被释迦 默念永生 然后 这个 轻看 金氏 然后甚至等等 追随基督 被释迦 跟随基督等等 我们里面有责任 有本分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顺从圣灵 不顺从肉体 为什么用顺从呢 顺从就带着我们的意志 对不对 为什么要顺从呢 自动的就不用顺从这个词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会 这样的过程当中 上帝要赐给我们 所以特别是这里面 有非常形象的 挖宝 采矿 我们需要记着祷告 去挖掘 上帝在福音里面 应许 在信心里面 我们已经透过读经听到 看到的 那个上帝 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宝藏 只要张开嘴 祷告 我们就可以挖掘出来 所以这个 祷告的这个必要性 紧接着 又说到 求告他 求告他的护理 所看顾我们的好处 我们求告他的护理 来看顾我们的这个好处 为什么要祷告呢 因为祷告神 他就借着护理来看顾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到 透过祷告得到他 借着护理看顾我们的那个好处啊 上帝要求你带领我 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觉得 这个好几个工作 我该选择哪个 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在迷茫当中 上帝就听你的祷告 借着对你祷告的应答 就引到你 有些事情可能就不成就 或者是让你主动明白了 看到了 然后甘心略选择 或者是自己被动的 就环境上驱使你 做了某种选择 回头一看 这个选择是非常智慧的 那这个选择又不是 我判断之后选择的 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判断 选择了 有的时候是环境就逼到那 就走到那了 发现这个确实 很好的结果 这就是护理 有的时候神引到我们 是让我们明白 明确看见该走的路去走 有的时候是行事所趋 就那么安排 我们就是被动的 就是就顺着这个 顺应这个环境 就这么走到这了 神的护理的方法很多 所以祷告是求这个好处 透过护理来看顾我们 带来的好处 然后求告他 大能在我们软弱和几乎跌倒的时候 扶持我们 主啊我软弱 给我力量 帮助我胜过试探 这样的试炼 我也难以承受 现在人越来生活节奏越快 为了生存 甚至有的时候 基督徒选一个可以安心礼拜的工作都很难 你选择什么服务行业 周末都上班 不给你修 是吧 如果修的话 人家就不愿用 然后用的话也是工资特别低 现代的基督徒要维持基本正常的一个 不是说超级基督徒 连基本的信仰生活 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压力 所以信心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验证出来了 我盼望大家有时间好好读读启示录 我不是异端 很多异端喜欢读启示录 读着读着就圣经就撇一边 上帝直接对他讲话 我让大家读启示录里面的原因是 启示录里面 它主要的重点 不只是告诉我们将来 耶稣来的时候 那个日程表 第一次降落 到的空中 提到空中 然后什么宴席 第二次什么中间的三年半 后三年半 然后千年等等 不是这个概念 他向我们揭示了末世的结局 那些侍奉神的 不侍奉的 得胜的 那些失派的 惧怕的 等等 忠心到底的结局怎么样 忠心的人得到赏赐和荣耀 那些恶人 撒旦和他的使忆 抵挡神的人的结局怎么样 最终得胜是谁 失败谁 去安慰劝勉 在当今试炼当中的圣徒 让当时受到这种迫害 沮丧 怀疑 到底上帝是不是在掌控 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让他们看见 启述最终的结局 得到安慰 继续在当下的处境当中 忠心忍耐到底 所以启述里面常常说到 若你们若遵守我这忍耐道 那致死忠心 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在 这个世界当中活着 信仰不是在真空里面 不是在理想的处境当中 一信了 哇 上帝帮我们摆平了 一切的试炼 一切试探 所以我们就舒舒服服的 过信仰生活 坐着高铁 坐着软卧 然后吹着空调 有着高级的可乐 然后漂亮的 这个帅的服务生 和漂亮的服务生 在那服侍着我们 就悠哉自哉的 这个哼着小曲 听着优雅的歌曲 就上天堂了 不是这样 是经历水火 试炼 我们的信心 对神的忠心 就在今世 不需要将来什么殉道 殉道我们不配的话 连遇到都不可能遇到 比起殉道 每一天 我们面临的大小事情 上帝都在看 你的信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的每一个思想 判断决定 在选择的时候 包括 你对待每一次 学习的态度 包括每一次 侍奉的机会 包括你来 来礼拜的过程当中 都 上帝都在看 你内心当中 真正的想法 你内心当中 真正信什么 你里面 真正的爱什么 上帝都在看 都在检查 上帝不需要试验 也知道我们 但是有些事情 试验的过程 也是洁净 也是让我们自己 认识自己的过程 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 没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不知道自己 到底真信假信 真爱假爱 所以在我们 各种试炼当中 我们愿意 持守真道的时候 但是我们深深感到 自己无助无力的时候 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 会求告神 求证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求主加给我力量 使上帝的恩能力 护辟我们什么 胜过这一切 这是信心的挣扎 看似没有信心 确实有信心 那不祷告什么 为什么 不需要上帝 什么事情 好像都可以摆平 有什么人活着 竟然不需要祷告 都可以摆平呢 天然人 自然人 感受不到灵里面的软弱 所有一切生活当中 都靠着自己去处理的 活到今天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都是这么活的 清车熟路 不需要考虑 不需要挣扎 自然而然 所以他也不觉得 哪个方面去 需要依靠上帝 祷告来解决的 自己都可以解决 解决不了 顶得沮丧一点 挫败感而已 就认灾了而已 所以信和不信之间 天然差别 不要指望 我们爱主 轰轰烈烈 什么做大事 上帝在我们 每一天生活当中 都在考验我们 试炼我们 在这样的试炼面前 感受到自己软弱的人 更多的祷告 主啊 帮助我 我真的很软弱 以前我以为我爱你 现在看来 我根本不爱你 连爱你的能力都没有 连那种善念 持守的能力都没有 连那种甘心 乐意服事的力量 心都没有 我们更倾向于爱世界 爱肉体 爱自己 躺平 那种舒适 顺着天然的本性 是更舒服的 但是 逆水行舟 克服自己救人救性 抛弃自己 属世的一些艳乐 价值 追求 享受 就很难 为什么 这就是十字架的路 需要不断地设计 十字架的路 不是顺水推舟 顺水而下 十字架的道路是 违背世界的潮流 违背自己 里面腐败的本性 需要否定自己 溺水行舟 所以我们需要 不断地依靠神的恩典 第三 求告祂的恩慈 接纳我们 进入祂的恩典 仰望神的恩慈 求主接纳我 使我进入到 祂的恩典当中 总之呢 求告祂向我们 彰显祂自己 各种美善 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此 我们的良心 得到特别的 平安和安宁 因为我们把一切 压迫我们的苦难 都交托给神时候 我们就完全 享有这个 完全的安息 因为确信 神知道我们 一切的困苦 并且能够 愿意为我们 最好的安排 确信知道 确信神 为我们最好安排 然后求告 各样的美善 我们的心 忧虑 愁苦 交给祂的时候 我们的心 才能得到安宁 有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 往往 不知道一些 属灵的规律 自己平时 为什么天天沮丧呢 天天忧虑呢 天天不开心呢 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平安喜乐 去哪了 搞不懂为什么 很多的原因就是 一是我们 常常活在肉体 体贴肉体 最里面 被各样的 私欲缠累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 叹心 我们的良心 不安 忧虑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 现实当中 遇到事情 经过常识 来判断 自己也担当不了 这个事情 整是天苦恼 怎么解决 但是又无法解决 但是他却不祷告 持续不祷告 持续自己担着 自己去面对 又无法面对的时候 这种忧虑 这种压力 又压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没有办法 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那些常常祷告的人 他们纵然也会像 其他人一样 遇到很多的麻烦和愁苦 但是他们会把重担 谢给神 这不是甩锅 是依靠 当他们去依靠 一面思考着如何解决 在神的面前 交托 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安慰他 给他力量 给他智慧 他就心里面 可以享受平安 很宁静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发现自己 为什么没有喜乐和平安 可能这方面有问题 我们不怎么祷告 不怎么把重担交托给神 所有的问题都我们自己担 自己琢磨 自己扛着 所以不断地 或者是我直接就活在 这种肉体的情欲 欲望的杂草丛中 淤泥的污水当中 所以良心里面 常常有这种罪疚感 无法担忧叹息 无法享受心灵里的安宁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出现一个神 知道一切的困苦 也能够愿意 为我们最好的安排 所以就带来问题了 有人就质疑 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质疑 可能我们中间有人 也有这种信息 双眼号的信息 神不是知道一切吗 神不爱我们吗 神不愿意讲好的一切 都赐给我们吗 如果他知道 我们又何必来祷告多余呢 上帝不是说了吗 我们为祷告之前 我们所信用 他都知道 那我们祷告不是多此一举吗 好像上帝听不见 好像上帝不知道 我们提醒他 让他知道 好像上帝不愿意给 我们应墨迹他 折磨他 让他给我们一样 你听这样的质疑 总意是什么呢 既然什么都 上帝爱我们 既然让上帝乐意赐福我们 既然上帝知道一切 那我们祷告 岂不就是多余吗 什么意思 既然这样 何必祷告呢 有这样的质疑啊 那加尔文牧师 用了一句简短的话 就答复他 持此种见解的人 没有注意到 主 神 教导我们祷告的目的啊 上帝都知道 你们为祷告 以前 你们所求的 你们父都知道 你们需要都知道 说这样的话的主耶稣 却教导我们要祷告 所以读圣经也要读全面了 不能偏颇 主教人祷告 并不是为了他自己 好像上帝不知道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提醒他 好像上帝不愿意给我们 让我默契他 不得不 不是的 不是为了他自己 让我们祷告 乃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让我们祷告 不是因为神 是为了我们 是因为我们 他愿意 我们 把 他应得的尊荣给他 诗篇里面说 你们在患难之日 求告我 就是尊荣我 一个人遇到问题 觉得有需要去 求告神的 其实就是尊荣神 什么叫尊荣神 不是给他脸上贴近 上帝本来就 灰腔腔的一个 泥 造成的一个泥罐子 我们就给他 仔细小心翼翼的 镀上一层底漆 再镀上一些 这个金光灿灿的漆 所以让他看起来有荣耀 我们反复强调 卡布奥的 荣耀这个概念 自根里面 谈到这个分量 重量 什么意思呢 照着上帝该有的分量 去认可他 认证他 让上帝做上帝 他该受的尊荣 该受的尊敬 该受的待遇 我们归给他 这是我们的本分 没有加添什么 这是应该的 看见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我们给他称赞和掌声 这是理所当然的 感叹是理所当然的 看见这么美丽的景色 感叹是理所当然的 看见这个优秀的小提琴 大师拉得那么精彩 站起来给他结束的时候 给他鼓掌是理所当然的 他配得这样的 人间自然界尚其有这样的原理 上帝也一样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照着他 应该有的认识 去认识他 所以就意识不到 我们应该这样的对待他 所以一个人如何对待上帝 取决于他如何认识上帝 他认识上帝有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他愿意我们照着他 应得的尊重尊重他 当然祷告他 其实就是尊重他 因为神就是我们 应该依靠求问的那位 他愿意我们承认 我们所盼望的 所感觉有用的 以及用祷告 所求取的一切 都是来自他 当一个人祷告神的时候 意味着我所期待的 我所想要的 我所求告得的一切 都是来自他 这就是尊重神 神是万有之源 万有的本于他 万有也依靠他 他不只是用他的护理 拖住万有 包括我们人 我们主动地依靠他的时候 他就拖起我们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所以照着他所示的 我去归于尊重给他 归于赞美给他 照着他所示的 我去依靠他 去寻求他 这就是尊重他 一切都是出于他的 靠着他存在 也归于他 出于他 靠着他 归于他 将荣耀送赞归给他 但是 甚至我们尊重主的益处 也再次归到 当我们去尊重主的时候 本来就是本分 但是上帝给我们带来的 尊重主 祷告获得的益处 又归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等等 例子就是以利亚 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其中一件就是那个 还有一件就是 在这个求雨的事情 雅哈说 就因为你这个先知 不讲好话 只讲凶言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遭遇这样的事 以利亚却没惯着他 就因为你 拜我相 全民都陷入大 我若不求雨 三年半不祷告的话 这个雨就不降在地上 然后结果以利亚就不祷告 三年半就不降雨 以利亚自己也因着自己的预言 受到了适量 上帝特别保护他 差遣吉利西 然后差遣乌鸦 刁饼给他 后来池子水 泉子干了 又打车到撒拉法寡妇家去 供应他 后来结束的时候 他祷告 为什么祷告 上帝吩咐他 打发他去 然后到那个 见雅哈 然后他说 现在祷告如何 他就到那个山顶 万里清空 干旱的年 根本没有云 他就祷告 上帝先应许他 让他祷告 所以去祷告 祷告七次 祷告祷告就看看 确认 从远处 打发仆人 确认远处有那个什么云 渐渐地浮兴出来 从海上飘过来等等 后来就下雨 他催促王赶紧走 别这个 因着暴雨 拦住他的路 所以 以利亚的这个事情 他祷告 只不过是上帝定下 降雨赐福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上帝要做 吩咐他祷告 他祷告 他就得照了 让以利亚经历了那种 我祷告 得到了应答 他就充满了感恩和送赞 是吧 因此呢 虽然我们在对自己的惨痛 无知或不敏感的时候 真的是 加罗牧师真的是对人性是非常了解 我们很多的时候对自己的悲惨痛苦并不了解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自己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自己 我们遭遇的处境是什么 我们都尚且不了解 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悲惨的光景 我们也不了解 无知 而且是迟钝 但是上帝仍然看过我们 在我们为求告之前 他就看过我们了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不带我们求 为祷告之前 他就已经救助我们了 暗中保护我们 我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危险的时候 还没等到主啊救我的时候 主已经救我们脱离了很多 所以之前我曾经跟大家说了 你回想你不信主之前 到信主至今 甚至有些事情 你以为你命好点高 其实很多的事情 已经被上帝律过去了 要发生的事情 都在上帝的特别的护理下 摆平了 我们那个事情 我们没遇到 以为没有事 其实都已经在上帝的保护当中 度过去了 错过去了 没有发生 其实网上很多的视频 可以说明这个事实上 一个人走在路上 走着走着走着 正常走 他没有意识到 后面这个什么牌匾掉下来 他也没听到 傻傻的就往前走 其实他正刚才经历了一个死里逃生的 这个大的事情 他没有意识到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上帝在暗中保护我们 挡住了仇敌的火箭 拦住了一些问题 救助了我们 化险为夷 甚至有的事情是 本来是掉根胳膊 断个腿的事情 只是让我们擦破皮 这样的事情也很多 降低了问题的这个程度 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经历了 又把我们捞出来 让我们呼求他 然而我们不住恳求他 还是极为重要的 上帝是神 爱我们 可以看着办 我们不祷告 他也可以做 然后因为我们 甚至我们连 我们自己需要都不知道 对自己的需要和痛苦 不敏感 无知 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有的时候不祷告 上帝看着办解决 可以这样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他还是吩咐我们 祷告 祷告还是极为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 给我们整理了六个 祷告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祷告 第一 祷告让我们 心里面保持火热 热烈地去寻求 爱和侍奉他 同时所需要 在所有需要之中 习惯投靠神 作为我们 这个神圣的毛 灵魂的毛 属灵的毛 我们意识到了需要 我们在神的面前 祷告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会火热 热气 迫弃地去寻求他 爱他 而且愿意侍奉他 在这种 时常有缺乏当中 需要当中 让我们养成一种 像船一样 将毛 投靠在 他的里面 希伯来书里面说 我们的灵魂的毛 就落在 这个基督里面 像一个小船 停路在港口 下毛 固定 风吹 船也不动一样 我们 灵魂得以稳妥 是因为我们的毛 已经投入到 那个至圣所里面 投入到基督的里面 我们时常指望着他 我们所需要的 都在他那里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虽然经常遇到失恋 遇到缺乏 遇到困苦 但是上帝是要我们 养成一种 不断寻求他 从他那里获得帮助 的这种状态 这种习惯 使我们不断地 去注意到他 感受到他的存在 感受到需要他 迫切地寻求他 心里才会火热 这是何等 智慧的安排 上帝如果像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 就是没能力 有能力的话 啥都给我们摆平了 这个房子给我们买好 车子买好 媳妇娶回家 包括这个男朋友 也搞回家 所有的后顾之忧 都解决了 甚至学习 不需要学 都给我们搞明白了 他们如果有能力 啥都给我们整好了 问题是 感谢主他们不够有能力 所以我们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候 才会学会体恤到人生的艰难 和需要挣扎和努力 如果父母真的什么都给我们整好 我们这个人就废了 没有任何斗志 没有任何成长的机会 我们就像一个又肥又懒的 那个某种动物一样 被圈养着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结果我们这个人就废了 所以上帝 他在训练我们 让我们时刻去 经历这种需要的时候 感觉到很紧张 但是却充满了惊险和刺激 你对神有新的经历和认识 不断地去发现 对他有新的人 寻求他 以至于经历他的恩慈的时候 更加爱他 然后心里就保持火热 言外之意呢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必然心里冷漠 然后懈怠懒 这是我们的本性 有的时候 去动物园逛逛 也是有益处 动物和人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人的一些毛病 在有些独特的动物身上 可以找到影子 所以圣经里面 常常说 你们这个狐狸 形容人的狡猾 然后你这个是残暴的狼 形容人的残暴 然后说到猪 说到人的污秽和污知 愚蠢 珍珠都不是 说到你们是狗 说到就是污秽 吐出来了 转过来又吃 很多败坏的特性 上帝常常用 什么污知的罗马 发了信的时候 就在 一厘米说 在草原上狂奔 这个人就随着自己 玩耿 悲逆的性情 肆意狂奔 不服约束 你们就是那个 没有驯服的野牛 你能让他去为你 复恶去耕地吗 这种自我 为中心的人 这种不服约束的人 这种不敬畏神的人 不被圣灵引导的人 不被话语引导的人 你指望他 侍奉神是不可能的 这种人是都活在 像野牛一样的 那种性情里面 他不会规规矩矩 按照你的指引 去走直线 你把梨子挂在他身上 他狂跑 他又是爬到山上 又跌下山谷 那个梨子就会被他搞 那个梨 可能大家 有的人可能听不懂什么 那种浓气聚 耕地的那种气聚 就被他给完全毁掉了 所以上帝常常用动物的性情 来教导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神吧 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风浪 让我们有祷告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保持心灵火热 寻求他 需要他 投奔他 将我们灵魂的毛 放在他那里面 所以上帝太知道我们的本性 太爱我们 为了让我们动起来 让我们健康 去经历他 然后像人一样活着 健康的人一样活着 不是像废人一样活着 像健康人一样活着 第二 为了不让我们的心 被在神面前感到羞耻的 那些私欲所占据他 我们要全心地将 所盼望的交通给神 他让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摆脱那些羞耻的私欲 免得我们占据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为着很多的我们渴望得到东西祷告的 祷告 祷告有些事情就抛弃了 为什么 自己也觉得这个不好意思祷告了 后不下来那个脸皮了 良心里面就被光照了 觉得这个祷告本身就有问题 自己就心意被圣灵引导 被真理引导改变了 放弃了那个不和 反而向着神的旨意去祷告 所以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的 全心全意盼望交退给神的时候 结果等候神的时候 就是这个愿望我承明给你了 结果由神来 你发现很多的事情不符合神旨意的就销声匿迹了 上帝就温柔的说no了 不给予回应 那个事情就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成就了 当我们交托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欲望就开始沉淀 很多的欲望就开始消逝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热情有所追求吗 祷告 如果你怕这个你所渴望的得不着 聪明的人就不祷告 我双引号的聪明 自以为聪明 不祷告 因为你怕一祷告上帝不应答 然后毁了你的计划 然后你就自己去搞 恐怕你可能要吃更多的苦了 所以最聪明的还是祷告 什么这个一开始你不明白 但是持续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 祷告祷告你的心就变了 更向着更好的那个方向 圣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就意识到该怎么祷告 圣灵会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所以就除去我们心里面 常常缠累我们那些不健康的那些欲望 免得我们心里面被各种经济杂草所缠累 撒种的比喻里面不是第三种土地吗 撒在经济杂草里面 被今生的思虑 诱惹的这种人如果是常常祷告的 你就发现金鸡杂草可以生 但是没有办法扎根 总把你忧虑的事情 来个忧虑就交头给神 来个忧虑就祷告神 有个困难就交头给神 这样的人不可能被各种私欲挤住他的心的 那个心总是被圣灵的剑 用各种除草就给他除掉了 石头也给他敲碎了 石头就甩出来了 生耕他光照他 他的心灵始终保持着柔软的 有个东西在里面他心里就不舒服 因为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被光照 然后圣灵就做工 那种被私欲经济挤住的人 是不礼拜不祷告 心思不思想神的人 渐渐的就被这种淤泥石头沙子 堵住了自己里面的泉源 井就堵住了 生命就枯干了 虽然是基督徒 但是里面没有喜乐 天天愁苦 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 祷告提醒我们 一切的福分来自神 这就使我们预备好 真正的感恩之心 以真正感恩之心去接受一切的词 祷告提醒我们 刚才我们说到 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资格 没有良善 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我们之外的 当然这个来自我们自身之外的概念 有很多概念都可以应用 称也一样 这个意义不是来自我们自己里面 来自我们自身之外 祷告的应答一样 不是根据在我们里面 而是在我们之外 上帝的爱恩慈 基督的忠保 圣灵的帮助 才借着信心如同通路量 接过上帝的祝福 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已经承认 我祷告的内容 根本是我自己处理不了的 我触及不到的 肯定也不是因为我 我的缘故可以达成的 当我祷告的时候 得到的时候 我就加倍的感恩 反而以真正感恩的心 去期待一切的祝福 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 预备好 所以常常祷告的人 一定是常常感恩的人 反过来一样 不常祷告的人 感恩可能嘴皮子上 感谢主 感谢主 那只不过是基督教的 口头禅而已 习惯用语而已 没有真正的意义 空洞的 所以时常祷告的人 他们会 就像保禄所说的 再次精心感恩 要横切的 不住的祷告 随时精心祷告 再次精心感 常常祷告的人 才能够意识到 祷告的应答 才能够在应答的时候 感谢主 上帝竟然听了我的祷告 那种心被恩感 称颂神的可能性 稀里糊涂的 祷告一嘴 有心无 有口无心地祷告完了 上帝给他应答了 他都不知道应答了 以为自己命好了 自己真厉害 你看我多好多好 然后又 把上帝对他的祝福 当作自己夸口的机会 好像自己多么优秀 所以才获得了这样的结果 非常愚蠢 非常愚蠢 第四 在得到我们所求 深信他 打印了我们祷告之后 使我们更加热气地 默想神的 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 当我们在得到自己所祷告的 和深信他 应答我们祷告 一方面已经得到了 另一方面 我确信 这种圣灵给我们的确信 我知道神会听应用我们 这样的之后 使我们更加热气地默想 默念 默想 上帝的恩典 上帝竟然这样爱我们 怜悯我们 我们虽然不配 但是他借着这样的应许 我们只是单凭着软弱 不完全的信心 去相信求告他 他就因着他自己的信实恩赐 基督的中宝 圣灵的帮助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他就思想 我今天得到这个 是何等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宠 就注意默想 热气的默想 不是忘恩 热气的思想 已经得到的是何等的恩典 所以他会感恩 所以旧约里面 大家看五纪当中 其中有一个叫还愿纪 感恩纪 他一定要当天吃 快快地吃 不能留到第二天 为什么 其实感恩的这个原理就像 一旦你有感动的时候 赶紧做 等你说我再过两天再说吧 你就做不了了 经历恩典的时候 那个有感动的时候 赶紧要做 比如说有的人说 应许什么奉献 因为神在患那中 有的是用物质上的 表达自己的感象 像旧约什么 献牛献羊等等 那有的人可能是 有别的方式 当你有这种感动的时候 你不要拖 拖个两三天 你的心就凉了 那种感动就 久消云外了 那种感动已经不存在了 在领受恩典 那个瞬间赶紧行动 这是就这个原理 第五 使我们心中更加喜乐 接受我们透过祷告来的福分 因着祷告得到 上帝竟然听我这样的祷告 上帝竟然这样爱我 怜悯我 应答我 那种惊喜 那种喜乐 以一种欢喜的心去接受 上帝给我们 借着祷告得来的福气 你们祷告 好叫你们的喜乐充满 约翰福音 艺术教导的 所以加尔文牧师 他说每句话 他不是凭空说的 自己编出来的神学思想 都是根据圣经 叫你们的喜乐充满 前面教导祷告 然后福音我的名 赐给你们 让你们的喜乐得以充满 祷告竟然和喜乐有关系 为什么 当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就有那种喜乐的心 你发现上帝竟然听你祷告 那种惊喜 那种喜乐 上帝竟然爱我 怜悯我 我这样不配的人 上帝竟然听我祷告 那种喜乐 然后以后呢 也是带着 这个更加喜乐的心 去期待 去领受神的祝福 以感恩和喜乐的心 最后 祷告使我们自己的软弱 以及更明确 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 以及更确信神的护理 越来越明白 神不但应许永不丢弃我们 不但在我们每次需要的时候 自愿使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 而且总是伸出绑壁来援助他的子民 不仅是在言语上 祷告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 祷告使我们相信神的护理 因为你经历了上帝对你祷告的应答 就知道神 而且祷告越祷告越胆大 为什么 你今天这个患难经历了神的救助以后 重复几次 你就发现有勇气了 哪怕将来遇到再大的事 上帝与我同在我就不怕 为什么 之前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都听你的祷告 接着祷告 上帝拯救了你 所以你也对未来不至于惧怕了 为什么 你知道了 将来再大的事 这个全能的神 一定只要他与我同在 他帮助我 就没有什么事 是事 一方面知道自己软弱 另一方面也知道神的护理 确信神的护理 然后越来越明白 不但应许不丢弃我 不只是口头上应许 神真的是不丢弃我 更加确信 他对我们的眷顾 对我们的拯救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加尔文牧师所提到的 这个六个祷告的理由 因此 因这些缘故 我们最慈悲的天父 似乎常常打盹 睡觉 虽然他永不如此 他不是总是这样 有的时候好像在打盹睡觉 好像故意不听我们祷告 好像在迟言 好像忽视我们的需要 不顾念我们的危机 世人不念吗 神啊你不听见吗 你不眷顾吗 你不拯救吗 神啊求你听 求你看 好像上帝在打盹睡觉 你看这说的话都是有圣经根据的 虽然神不常常以这种方式带我们 为要借此操练我们 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祷告 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提醒 不是需要 神需要我们磨叽他 折磨他 然后他才给 不愿给 硬让我们磨叽的给了 乃是为训练我们 信心的操练 祷告是信心的操练 注意定 这个词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定义 祷告是信心的操练 为什么操练我们呢 免得我们在祈求 哀求 恳求 他自服上 变得懈怠 懒惰 巴尔谢了没有 加尔文牧师常常提到一个 就是懒惰 懒惰 懒惰 所以基督徒 懈怠 消极 懒惰 是常常他提到的 对称义的误解 不是让我们懒惰于行善 操练我们去祷告 也是避免我们心里面懒惰 懈怠 其实这些东西 虽然是出于他自发的厚恩 他是乐意赏赐的神 从创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没出现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存在的时候 上帝早就预备了阳光雨露 这个花草树木 刮过梨桃蔬菜 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上帝就给亚当 让他晨睡 然后给他预备了妻子 我们所需用的上帝都知道 他是乐意厚待我们的神 但是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祷告 因为他喜悦 我们将妻视为 我们祷告所求来的 将妻视为 就是他赐福的那个厚恩 他喜悦我们 经过这样祷告得到 让我们就觉得 哦 我祷告了得到了 他喜欢用这种方式赐福给我们 当然他不是意思让我们骄傲 你看我祷告才这样 那是不明白真理 我们前面都讲了 我不再赘述了 不再重复了 除非我们那样愚蠢的会认为 那是我祷告的功劳 所以才这样 那是不明白祷告 我们前面讲到了人论 救恩论 三一论的这种进路 来处理祷告 当你认识到自己里面 没有良善 没有任何功劳 你就不指望自己 而是指望自己在外面 救恩论 父的愿意 子的功劳 圣灵 帮助我们祷告 三一 这是三一 然后救恩论是什么 父乐意显明自己 基督里面藏着一切 所以让我们仰望基督 然后我们与基督 在与基督联合 仰望基督 透过基督中 我们获得这个益处 所以你发现这里面 他喜悦我们 用 借着祷告 应许赐福 然后吩咐我们祷告 然后借着我们相信 求告 他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觉得 我祷告得到的 当然 前提是前面 我们已经人论 救恩论和三一论的 这个祷告观的时候 就不会骄傲 觉得这是我祷告得来的 你看我如何如何 夸耀自己的信心 夸耀自己的祷告 不是这样 上帝喜悦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每当经历 这个事情的时候 训练我们 在祷告当中运用信心 然后积极地 热气地去寻求他 以至于更加认识他 不至于懈怠 所以这是 上帝定下了这种 用祷告来 赐福给我们 应答给我们 这样也让我们经历到 上帝是这样的 听我祷告 那种交流 人格的关系 不是自动的空投 定期的空投 人的本性就这样 免费地 给了 一开始是感恩 第一次感恩 第二次 稍微感恩 第三次就觉得是正常了 下次不给了 他觉得 为什么不给 天上 为什么不掉下的饼 人的本性就这样 所以上帝就定了这种方式 让我们时常去经历 他的恩典 操练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有惊喜 让我们有喜乐 让我们觉得 祷告得到应答 让我们也能够 时常发自 产生这种感恩的信号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眼目 已经看顾了 他还听啥呀 这就是神喜悦的 上帝看顾 但是他也要 我们去祷告 这句经文 为了神护理 自愿看顾 信徒的安全 而送赞他 因着上帝 自愿看顾 我们的安慰 而称颂他 同时也是 没有忽视信心的操练 一方面称颂神 看顾我们 自愿看顾我们 另一方面 也没有忽视信心的操练 求告 神的耳听 他们的呼求 所以我们这些人 也不能因着神看顾 我就不祷告了 国内很多基督徒 因为错误地理解了 预定论 错误地理解了 神的主权 就懒惰祷告 就以为不祷告 反正神的旨意都成就 上帝计划都成就 按你的逻辑来说 是对的 导出上帝既然计划了 上帝肯定不会失败 前后不矛盾 必然会成就 不错 但是一半的真理 上帝不止预定 计划了结果 上帝也计划了 达成这个计划的过程 包含着你的本分 你要祷告 你要努力 积极地参与 不可懒惰和懈怠 所以基督徒学习真理 一定要学权了 不能半拉科技的 一半的真理 就不是真理 因为一半的真理 是错扭的 部分的真理 所以一定要学整权了 因为一半的真理 就会产生这种扭曲的教导 上帝哪里是那样的上帝 对不对 上帝喜悦我们 所以他吩咐 他应许 他吩咐 他鼓励我们 对不对 那你说这是阿弥念 不是的 你仔细看看圣经 看懂了圣经再说 不要学会了几个名词 就乱叫 乱套 这个驴唇不对 麻嘴 所以 借此操练呢 将我们的心 从懒惰中唤醒 又一次提到懒惰 神喜欢 虽然他单方面可以做 但是他喜悦 借着这样的事情 吩咐我们 祷告 求告他 操练我们 借着这样操练 让我们的心思 时刻保持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所以你们要祷告 警醒和祷告是 时常是在一起的 一个人警醒 就是祷告的意思 一个人祷告 就是保持警醒 你说警醒 我不祷告 这个就是 胡扯 这个 没有这样的事情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所以要警醒 就是常常祷告的意思 一个人保持警醒状态 就是常常保持 祷告的状态 所以避免我们的心思 过于懒惰 让我们保持精心 唤醒我们 从懒惰当中 我们的心思 不至于沉迷在 懒惰当中 好 我们就以回答问题 作为今天课程的 这个总结 答案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继续学习 祷告的第二讲 正确祷告的原则 非常重要 虽然它不是什么深奥的 什么救恩 基督 三一论 诚意等等 那样的教理 那样的教义 但是是非常实际的 我们每一天的呼吸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我们蒙受神的祝福 虽然在基督里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祝福 但是接着祷告 最简单 也是最吃力 最简单就张嘴 就求就行了 最难就是 我们本性里面 肉体里面 不太容易祷告 所以祷告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下节课继续学 那在这里面 大家要注意 预习的这个四解和五解 以后的这些原则 基本上就集解 集解 其实可以一招讲 但是为了大家 实际的属联的益处 我分这样的 一个原则 一个原则的讲 可能进度会慢 但是为了是让大家 实际消化 实际去操练 得益处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盼望我们下一节课 来学习祷告的 第一个原则 四解到五解 可以预习一下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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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